本港第四波疫情未见好转积仗,大德良行大中华区副总裁及大中华区策略发展顾问部主管陶宇红认为,政府不再推出保就业计划,面对第四波疫情爆发,或会有不少企业结业加上营商前景展望营较悲观。 预计本港失业率将在未来数月持续上升,估计明年上半年楼价或会下跌最多约5%。 陶宇红表示,虽然早前政府数据反映,今年本港楼价微升,但近几周二首市场出现比市价低5%至10%成交的个案,维持今年住宅价格全年跌10%的预测, 监于经济走势疲远,预测住宅市场在明年首季继续受压,料明年上半年楼价或会再跌跌5%。 视乎疫情发展以及疫苗推出的时间,相信最快能于明年第二季转趋稳定。 各类物业中,该行认为豪宅市场影响最大,受疫情拖累,内地买家无法到港等不利因素影响。 贝沙湾,第二期,价格较去年同期下跌10.8%,而均临天下跌势更为显著,较去年同期错近25%。 他族指,今年整体物业成交量截至年底预料仅有73253宗。 按年跌5%,錄得一零年来第二低,甚至比沙市时期更少,跌幅主要来自非住宅市场,全年料只有13213宗。 按年大跌近12%,熟过去一零年最低,相反住宅登记量57813宗。 表现较为平稳,因为疫情起伏不定,该行预计下月住宅及非住宅成交将案月跌29%至约5300宗。 不过,本港对住宅的刚性需求仍强劲,加上低息环境持续,如果疫苗有望在明年下半年面世及应用,该行预计成交量将会率先反弹。 但全年楼价仍要视乎经济环境及中美关系等因素。 虽然后市仍不明朗,但陶宇宏认为,目前楼市结构比起沙市时健康,因为不少业主已经供原楼,借贷比率也较低,相信1000万元以下的住宅会受惠案揭成数较高。 抗跌力相对强,问道政府应否撤辣,陶宇宏指楼市会自行调节,加上面对经济环境下行,有不少市民需要资金周转,认为辣椒对市场并不公平。 此外,该行香港商铺部主管林应威指,逆下封关导致游客数字急错。 今年港九一线街铺租金辽案年跌30%至40%,必须品店铺跌幅相对轻微,基于未见旅游及商务往来活动短期内复苏。 辽明年上半年租金会再跌5%至10%,但相信接近见底。 写字楼方面,该行香港董事总经理萧亮辉指,全港甲级写字楼平均租金今年首11个月以内跌18.7%, 回到2015年次季的水平,中区跌幅更达21.3%,由于需求仍然疲弱。 写字楼今年6月200万方尺库吸纳量,唯有记录以来最差。 整体甲下代租率攀升至12.1%,是2005年首季以来最高水平。 预计明年租金仍然受压。 整体租金或会跌11%至16%,中区跌幅可达18%. 虽然政府放宽非住宅物业成交的印花税,有助推动细银码物业成交,但经济因素无大改变,预期价格不会有显著升幅。 村派滚